好 这里是阿来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已经到了 那么今天要给运动族身体保健指南啊 大家要好好的听 然后听完之后呢 就开始要运动了 因为人真的不能够不动 好 我们今天现场的就是我们中医跟西医双主修 那么台湾运动医学的专科医生 涂立文 涂医师好 大家好 好 涂医师其实你的丰功伟业 真让我们觉得 除了这本书之外 你还是国家对那个选手指名要看着 然后很信任的附健专科医生 那是不是跟大家来谈一谈 就是你怎么样走向这个医学之路的 其实我看到这个你的资料之后才知道说 原来人受过伤 然后对不对 才会想要走上这条路啊 对 就是我在医学生的时候呢 右边的肩膀脱臼 因为打网球脱臼的 那脱臼之后就去看诊 那大部分我们都习惯就先看骨科医师 那因为我的伤也不至于到 一定要开到的程度 所以医生就说 那就没有事了这样子 但是当时候你还是会很困扰 因为只要你回去运动 就还是会觉得不舒服 因为肩关节已经脱臼过 就会相对不稳定 那后来因为这个关系才认识到说 原来我可以做一些运动 去增加肩关节的稳定度 那我未来呢 运动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再受伤 不会发炎 不会再吃脱臼这样 所以其实我大学的时候 因为打球 不管是打网球 打排球 打篮球 肩膀脱就好多次 就这样一次一次之后 就学习这些 叫做激励训练的知识 才知道说 我原来可以透过不开刀 也不吃药的方式 我们怎么去让自己的运动 就是可以持续这个运动生涯 对一直运动下去 图医师说实在 你刚刚已经走进录音间 我觉得你比我想象中的娇小 对所以你还从事网球 然后还做校队 要参加很多的比赛 这身高或者是体型 有限制你对运动上的追求吗 我觉得身高跟体型 会限制我们运动上的 这个追求的成绩 但是不会限制我们对于 就是追求运动带来的健康 或者是快乐 对所以其实每次 像我们念书的时候 压力很大 就去大大球 跑跑步 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所以其实不管你的体型是怎么样 不管我们在追求什么 其实只要自己跟自己比 然后你从运动面获得的是 快乐就足够了 你知道吗 我常都跟别人比 因为我发现我有个跑友 就跟你的身材一样 我觉得各娇小的很适合跑 你知道 他就跑到前面去 像我们这种大个人要跑 其实蛮辛苦的 对啊 因为会消耗更多的热量 跑起来很累 很累 那你用运动的治疗 就是你用运动的方式来治疗你运动的伤害 对不对 对 这样的方式也让你就是中医西医都学 然后走上这个运动医学 其实现在运动医学里面 其实如果可以融合西医的治疗方式跟中医的治疗方式 其实这两个在运动医学里面都非常重要 其实在可能十年前或二十年前 大家受伤 比如说扭到脚啊 或是扭到膝盖啊 伞到腰啊 去瞧 大家习惯会去 瞧 瞧 对对对 然后就是敷药啊 针灸啊 这些 那其实这些中医的治疗里面 有很多很不错的 效果很好的方式 像拔管 现在那个国际的国外的选手也会使用拔管去治疗这个运动伤害 或是加速运动恢复 对啊 所以中医里面有很多方式是非常适合运动员 运动选手的 那西医呢 就是复健科这一块里面有一个这个物理治疗这个区块 它里面有一些徒手治疗 仪器治疗跟这个运动治疗 它也是对运动员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所以刚好我也对运动非常非常的喜欢 所以就学了中医 也学了西医 西医也走到这个复健科跟运动治疗 物理治疗有相关的这个科 那把它融合在一起呢 对于这个运动伤害或是运动选手有照顾 我其实是很好的 我很好奇 你现在有做哪些运动 我现在还有在做运动 就是网球啦 铁人三项 铁人三项 那我会开始做铁人三项 是因为我有一次打网球受伤 那我的膝盖就扭伤 我十字针带有一些撕裂伤 那那段时间呢 我就不能够打网球了 那我要开始转换我的运动 就开始去游泳 我一开始游泳也游得非常慢 非常吃力 找了一个很好的教练教我之后呢 我游泳就变得很好 不是很好啦 就是说可以游得比较省力一点 然后开始去学这个自行车 那因此就踏入这个铁人三项 那为什么会这样做 也是因为我们时常在门诊里面 会遇到一种病人 就是他就说他比如说他跑马拉松 他膝盖受伤了 那从此之后他就很不开心 再也不能跑了 我有朋友是这样 他就说医生说不行啊 你就是要休息 的确是有一些问题必须要休息 但是在休息这段时间呢 我们会建议病人可以转换运动 这就是所谓的交替运动的概念 所以我们会希望病人至少拥有 两个到三个运动可以去交换 那这样对身体来说 不会都使用同一种姿势 或同一个肌群 所以你关节不会累积 特定的运动伤害 所以为了这件事情呢 我们要身体力行 所以我在膝盖受伤的时候呢 我去学游泳 然后呢开始骑脚踏车 那之后呢就开始去参加 这个铁人三项比赛 其实我一开始也很怕水啊 所以我真的是逼自己去做的 很难想象耶 因为说实在的啦 因为每一个人的身高体型 其实都有那个运动的强弱势 可是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比赛嘛 当成是一个 我觉得可以当成是一个挑战啦 像我觉得我自己开始跑步的时候 我先用三公里五公里 当成一个挑战 现在十公里耶 现在十二了耶 对啊 就慢慢的灰烬 对没错没错 所以你可以想象人的潜力是无穷 像我刚才鼓励主持人啊 可以开始来加入这个三项的比赛 我就说 我年纪那么大了 怎么可以去 怎么不可以 因为呢 我们这个台湾 大部分的人 女性啊 在加入这个 铁人三项比赛 都在四十 四十岁以后 或四十五岁以后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大部分的女生呢 在这个时间呢 小孩也长大了 她就有很多自己的时间 可以去运动 所以反而那个 在三十岁到四十岁 这段时间的女性 她就照顾小孩是没有时间 后来又发现自己身体 渐渐变得比较不好 对啊 然后再开始踏入这个运动 然后会重拾很多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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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多女生在家庭里面 会觉得忧郁吧 每天顾小孩 那你开始做这个运动之后啊 你会觉得很开心 那时候我也是受到一些启发 因为有朋友 要带我去跑的时候 他先传那个 六十岁的奶奶开始跑步 七十五岁的爷爷跑全马 我的天啊 他说人家全马都可以跑了 你跑个三五公里 会要你的命嘛 对 没有错 很难想象 也就是说 好像你只要能够训练得宜的话 你可以跑得很快乐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爷爷奶奶去跑的时候 都是快乐的 对 就只要开始呢 都不会来不及 所以有一些病人也很爱问说 我现在这个几岁 在开始学什么什么 来得及吗 我几岁在开始做核心肌群的运动啊 或是开始做什么 来得及吗 我都会说 你只要开始就一定来得及 对 哇 对 哇 好 所以待会我们会跟大家来聊聊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为了健康 然后来运动嘛 可是如果碰到一些受伤的 你可能就不再运动了 我觉得这是关键 然后呢 有很多人也会碰到 你刚刚讲的问题 这是医生都会碰到的问题啊 就是说 那我到底要不要开刀 对不对 不开刀 可能我的角度也有问题 像我 我之前吧 就是我的右手 反正拿了一把雨伞 走到那个停车场 啪就跌倒了 然后跌倒之后呢 就去医院急诊 然后医院就 医生就跟我说 你可以考虑啊 要不要开刀 打个钉子进去 你很快就好了 要不然就是你打一个石膏 固定一下 但是可能以后运动 角度会有一点点的问题 那你自己回去考虑 对 那考虑之后 当然有 我又问其他的好朋友们了 他说不用开刀了 不用开刀 那我就说 要不要打一个 那个什么石膏热缩板 他说看你啊 你会不会喜欢乱动啊 因为打那个 会不舒服 所以总之 我觉得病人会碰到 很多纠结的地方 那你怎么去思考 就是说到底什么情况之下 才要动刀呢 动刀的选择 大部分啊 就是骨科和复健科 大家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但有一些刀是没有急迫性的 那有一些刀是有急迫性的 所以大概就分成这两类 那有一种是 急迫性的 对 急迫性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你骨折 那真的已经是 骨头整个裂开了 那这要不要开刀 这肯定就是要马上开刀 对 但如果你只是很小的骨裂 然后 或者是你的受伤是 比如说韧带撕裂 有可能会自己愈合的 那这种就会建议病人 先选择不要开刀 不是伤筋动物一百天 谁受得了一百天 我们待会讨论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豪门持续跟我们 台湾运动医学的专科医生 涂立文涂医师 我们把他的书 这个贴在粉丝团当中 让大家同步看到 我们希望大家 持续的一个运动 但运动之后 要给身体 很好的一个保健 所以书上其实有提到一些 热身的一个重要性 还有一些正确的 姿势的一个养成 那我们刚刚有跟大家 来提到一个重点 就在于说 如果你碰到一些 骨折骨裂的问题 都会碰到两个纠结 第一个就是要不要开刀 医生嘛 你就要不要开刀 那有一些医生会说 那你回去考虑一下 一个礼拜之内告诉我 对 那这个意思是要不要开 可是不开 说实在的 伤筋动骨一百天啊 不能动啊 这挺麻烦的 其实我上次是右手 我开始训练我的左手 好辛苦啊 所以这该怎么选择啊 对 伤筋动骨一百天 这句话非常重要 大家可以记起来 真的啊 因为就是一百天 有人很喜欢 很想要缩短那一百天 可是建议大家 不要缩短那一百天 因为我们 你有可能会觉得说 你可能在第三十天的时候 已经觉得不痛了 对 但是你的组织的强度 并不够 哦 那很容易会反复受伤 哦 所以大家还是要等到一百天 组织的强度才会是正常 足够的 就像我们骨头开始长 一开始长也不会很壮 你可能随便 一个重量压下去又断掉了这样子 所以大家尽量不要想说 要去缩短那一百天 要怎么想呢 我要只用 理论上是要想说 怎么用替代的运动方式 去让你可以维持运动 又让你受伤的地方呢 可以休息一百天 所以比如说像手 手受伤的话 我们是建议病人做下肢的运动啊 你还是可以走路 你还是可以慢跑啊 对 那如果你的脚受伤的时候 我们就变 建议病人 比如说做一些核心肌群的训练啊 就躯干的运动啊 或者是做一些上肢的运动 这样你还是可以维持运动啊 并且让你受伤的部位 跟你的组织有足够时间呢 去修复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因为有很多人啊 就是一旦卧床之后啊 他连下床啊 就是卧床多日啊 然后要下床以后 那个脚都站不稳耶 对 就我们只要不动呢 其实肌肉流失呢 是非常快的 所以像现在大家会 比较有名 就说肌少症 这观念也很好 就是说告诉大家 年纪大了 肌肉会流失 可是其实我们 虽然不是年纪大的时间 你可能这个 60岁以前 你只要不动 你肌肉流失的速度 一样非常的快速 对 所以不管任何时候 我们就想办法去动 你不可能全身受伤到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动 以我们复健科的专业就是 一定会找到一个运动方式 你是可以做的 只是说怎么去执行而已 哇原来伤筋动骨100天 所以刚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万一就是 医生如果真的叫你开刀 对不对 那就表示这已经很紧急了 你就一定要开刀 可是如果医生让你说 你回去想一想 表示你自己可以做决定的 那这个时候看 你要不要寻求中医的协助 不过另外一点 真的我觉得也要奉劝大家 那个如果真的是 骨折骨裂你去瞧 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的母亲 其实也受过伤 然后呢 他就是不愿意开刀 然后人家就介绍他去瞧 然后瞧的时候 我跟你讲 因为太痛了 我讲就他年纪太大 我一先讲他的先觉 年纪太大 他瞧的时候昏过去 因为太痛了 所以你看我们 那个吓都快吓死了 对 然后昏过去 昏过去 大概赶快送医院 然后就很神奇 就是他接回去了 可是 对 就是你不用开刀 可是那个精魂剂 我觉得很恐怖 的确是 的确是 大家现在在做 不管是中医或西医的复健 大部分的手法 是不至于让你在治疗的时候 非常的疼痛的 如果说会出现非常疼痛的状况 可能大家还是要小心 因为我有一些病了 他还是去做一些像拍打或什么 下次门诊看到他的时候 就整个大腿都淤青 对对对 有时候这样的治疗呢 他损伤 造成的损伤呢 可能大于他造成的好处 所以要小心一点 或者是说 在治疗的过程中 会非常非常非常痛啊 你要非常非常忍耐的 那有时候 也会造成一些损伤 不安全啊 就是说 他有可能 百分之一的几率会治好你 但百分之九十九的几率 会让你受伤 所以我们还是宁可选择呢 不会造成疼痛 而且可以 比较好 比较安全的治疗方式 是比较好的 真的真的 不要痛到自己 昏过去 然后我觉得啦 坦白讲啦 我觉得有执照有症照 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对于我们受伤的人 或对于一般的病患 比较有保障 对 虽然有人说神医很厉害 可是神医也要念过医学院 对 有一些经济症 可能还是要小心这样子 好 所以就跟大家提醒 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就是如果要复健的话 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那你就多一点的时间 去复健吧 对不对 因为真的伤筋动骨 就是一百天 这个没有办法去加速的 因为组织还没有修复 这我今天学到了 那另外就是我们跟大家来谈一谈 那个运动这件事情啦 你当然讲说运动要多元 对 你也不要一直跑 像我的教练也很认同 他说你不要一直跑 你有时候你要去爬爬山 对不对 训练一下你不同的骨骼 跟这个肌肉 对 然后也要去 这个 就是 去散散步 缓和一下 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 就是要多样性啊 那运动这件事情啊 对于很多女性来讲的话 很多人都说我有劳动 我每天做家事 我每天跑上跑下的 对不对 接送小孩的 晒衣服 洗衣服 拖地 抹地 跪着 站着都做了 可劳动跟运动 到底一不一样 这个劳动跟运动是不一样的 就是 劳动的话 大部分 不会在一个 正确的姿势下面去执行嘛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 就是 洗衣服 晾衣服 拖地 扫地 这些动作 大部分你的身体的姿势呢 不会是在一个 我们叫 比较 低压力的姿势 比较自然的姿势 通常就是 要么就是弯腰 要么就折膝盖 那有一些关节 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 所以呢 劳动的姿势呢 通常不认为是 对关节好的 主要是 它的动作的形态 是不好的 那它也没有达到 运动的效果嘛 因为它的 它的这个 肌 负荷呢 可能都是比较轻的 所以不太会刺激 肌肉去生长 所以它 姿势不良呢 又加上负荷很低 大部分就对于 我们的关节 会产生劳损 所以劳动就会劳损 劳动就会劳损 各位家庭主妇听到了没有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 台湾运动医学的专科医生 图立文图医师了 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很多的家庭主妇 都会认为劳动 跟这个运动差不多的 甚至可能你的先生可能不敢讲 如果先生讲这句话的话 应该会被批了 对你刚刚讲过 就是说他可能就是 劳动会变成劳损 对所以呢 大家就是 还是要拨出一点时间 去做运动 对 那有哪一些的一个 运动指标 比方说我今天是做劳动 我当然知道 那运动呢 运动是我的心跳到什么程度吗 或你界定的运动 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 对一般运动的话 就是另外一个 主持人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心跳 就是你今天如果是去运动 你会觉得喘 你会流汗 对 那所以心率的提升呢 也是一个 劳动跟运动之间的 很大的差别 对你会觉得喘 这件事对我们的心血管啊 对我们的心沉代谢啊 才会造成一些刺激 跟带来一些好处 所以劳动跟运动的差别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要有心跳的提升 那一般来说 我们现在就建议大家什么 每周运动150分钟啊 在中等强度以上 就是你要觉得你的心跳呢 是要能够增加的 那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计算 自己的心跳 那我书上有写这个 储备心率的计算方式 它其实是比较复杂 那我觉得大家也不用那么的 特别的去算什么 安静心率啊 最大心率啊 因为它跟你的年纪有关系 其实你知道每次运动的时候 觉得你有觉得喘 其实大致上都有做到这个 心肺的刺激了 对 就像主持人去练跑步 一开始可能跑三公里 就觉得很喘 喘死了啊 对 我们运动的时候限制有两个 一个是心脏 另外一个是肌肉 就说要嘛你是 天生心脏非常好 你怎么跑都不会喘 但是 你的肌力比较差 那你也没办法做 很长时间的运动 那第二种是 你的心脏很差 可是你的肌力很好 所以每次跑呢 都觉得喘 但是你的腿跟手 一点都不累这样 大概有这两种类型的人 所以我们会 就是如果 你是这个练武奇才 就我们说的 就是心脏天生非常大颗 心脏很大颗 跑起来不怎么喘的人 其实你去做 那类型运动的成绩进步 会非常非常的快 但要很小心 就是说 你的肌肉力量一定要锻炼 不然呢 接下来就会开始出现 很多关节的运动伤害 像这个膝关节啊 髋关节啊 踝关节都会受伤 因为你的心脏 让你可以跑很快很久 但是你的 那个肌力跟体力呢 跟不上 这样就会非常容易受伤 这一类型的人也有 那另外一个类型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跑一下就很喘 但是呢 你的肌力体能还OK 那这样子类型的人 就比较还好一点 比较 关节受伤的机率会比较低 因为呢 你的关节还没承受很大的压力之前呢 你就喘到跑不下去 你自己也会停啦 对 对 你就会停下来了 那这一类的病人呢 他反而真的非常需要 这一类的刺激 因为他心脏 这个心脏的功能 就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反而非常需要这样 你就不断的去跑 不断的去训练你的心脏 让他越来越不喘 就像主持人这样 本来跑三五公里 后来五公里 后来十公里都没有问题 那就表示你的心脏呢 被你训练的更强大 而且我越跑 我其实越不喘了 对 对 所以我们心脏可以被训练 我们肌力也可以被训练 这两类的状况呢 都很常见 所以我们要去运动的时候 是不是要让自己觉得有点喘 因为像有很多的朋友说 哎你今天帮我问一下涂医师啊 就我每天都散步啊 我都走一万步啊 我就说你走一万步 你脸不红气不喘的 对不对 然后慢慢走的 那这样行吗 有很多人也觉得 这样其实不太行耶 其实这样就是属于 我们说的低强度运动 刚刚我们说会有一点喘的 就是中强度运动 然后呢 你喘到说不出话来的 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因为太喘了 那叫高强度运动 所以其实你可以从讲话 会不会上气不接下气 也可以来做这个区别 所以如果你散步的时候 绝对是一边聊天 一边散步嘛 这种就就是低强度运动 那低强度运动 对于心肺的刺激 其实是比较不够的啦 对肌肉也不够啊 对肌肉其实也不够 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 可以慢慢的增加这个散步的速度 我们把步频增加 慢慢就会有一些刺激 其实多一点点的心肺刺激呢 对身体来说是好的 所以不要因为说年纪大了 我其实看完你的书之后 我真的很想分享给我很多的朋友 因为我觉得又印证了一句话 就成功人找方法 失败人找借口 比如说我年纪大了 跑不动了 我心脏不好 不能跑 我膝盖不好 不能跑 那个下山下楼梯 我不行 我总不能上了山 OK 没有办法下山了 就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既定印象 那你怎么去突破他们这些盲场点呢 其实像刚刚说的散步 我们就会建议病人 就是速度慢慢增加 其实就可以了 原本你可以聊天 跟别人一边走一边聊天的速度 再增加一点 让自己有点 不太能够聊天的程度 或者是可能讲一句话 要走个十步 才能再讲另外一句话 那这样子表示 你有提升那个运动强度 那我们会建议病人呢 不要跟别人比 比如说 对啦 对啊 有人就是觉得我天生就不运动啊 我就是运动细胞不好啊 我不适合跑步啊 其实这都不是重点 你就跟自己比就好 每次都让自己有一点点喘 每次都让自己 就会一直慢慢的进步 所以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 很忌讳 我们不建议病人跟别人比 跟别人比永远都觉得自己很差 对 所以你只要开始去做 然后让自己每次都有一点喘 你的心脏就慢慢变强大 把心脏练起来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下坡下山伤膝盖 年纪大了 这个膝盖都不太好的 这个很重要 那另外就是运动 其实是享受啊 享美啊 可以瘦吗 我们待会讨论 好我们要持续跟我们 图立文图医师来谈一谈 因为我们就要教大家 怎么样来看 就是对身体最有益的一个方式 那有人讲 就是说我下山 我下坡 我伤膝盖啊 这全部人都会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的朋友就拒绝去爬山 他也拒绝跟我去运动 我说你可以上山 他说那我下山怎么办 你用轿子抬我吗 的确是下山对膝关节的压力 是比较大的 可能要有一些基础激励的人 去爬山比较好一点 所以呢 如果一开始就约爬山 可能对你的朋友 比较难以接受 可是我们也有小山交山 也是 如果我们会建议病人 你去选择爬山的时候 去选择 尽量不要是有阶梯的 就是比较像是践行的路线 它是缓坡向上 缓坡向下 那如果是连续阶梯的话 对膝关节来说 其实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 比如说阳明山上有一些步道 它是很缓的 很缓 缓上缓下的 这种是可以的 所以要挑一下啦 那另外就是当然有很多人都会讲运动的形态 现在大家会觉得说你要有有氧的 就是你会很喘的 要不就是有一些无氧的 可能有一些重训让你的肌肉增加 另外可能还要有一些瑜伽伸展的 就比较轻松的 所以一定要这三种吗 以这个运动的构成我们有几个 一个是柔软度的运动 心肺训练 肌力跟肌耐力 是降分 所以说如果是以心肺的话 就是有氧运动 然后肌力的话 肌力又分为肌耐力跟最大肌力 就是说你要运动的久 或者是你要力量很大 这两个面向都可以分别去训练 有啦 那个举重应该是瞬间吧 对所以那就最大肌力或最大爆发力 那一例行运动就像我们长跑这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柔软度 柔软度对我们身体健康也非常重要 那所以柔软度的运动 你可能会去做一些瑜伽伸展 或者是做一些 像皮拉提斯也有一些伸展 或任何一些伸展的运动 所以你的 以我们一个人的健康的组成来说 你要去培养你的 你能用多大的力量 你可以举起多大的东西 这是一个你的身体的素质 第二个就是你的 你的运动多长的时间 这叫肌耐力 然后你的柔软度好不好 那还有你的心肺功能好不好 所以你运动如果都可以照顾到 这四个面向 其实就已经非常完整了 那另外就是你也希望大家 不要你只跑马拉松人 就一直跑马拉松 对不对 你可以有很多的运动在交换 这目的是什么 对 这个跑马拉松的人呢 特别容易沉迷于跑马拉松带来的这个愉悦感 就是说你跑步完之后觉得很开心 会喔 然后呢你会有戒断症候群 就一旦你不能跑步的时候 你会很痛苦 就很像上瘾了这样子 那这样的状况呢 其实就会让人就是 你受伤的时候不能跑的时候 你会很忧郁 我们真的有病人呢 是运动阶段忧郁症候群 就真的要伤筋动骨 比如说膝盖受伤要休一百天 那他就真的没办法休 他觉得好痛苦 我只是不能跑步 对 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可以培养 先储备起来 你有在健康的时候就学好很多运动 当你受伤的时候 你就可以 欸我不能跑步了 那我去打羽毛球 我不能跑步的时候我去游泳 或是我不能跑步的时候 我就上一下瑜伽课 或是上一下皮特提斯课 做一些核心肌群训练 那你还有很多运动可以选择的时候 你就不会陷入一种运动阶段的 这个焦虑的症候群 这其实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你希望的大家就是运动 那个类型多一点 因为不是训练嘛 我今天不是选手嘛 选手可能要精进某一种 对不对 我看你书上有讲 就每个人都要有好几种的 一个运动方式啊 对 这目的是什么 尤其主要是交替使用身体的肌群 比如说打球你可能就上肢 你会比较多身体的旋转 那跑步可能就是一个直向的跑步 就算是跑步也有分类型 比如说你是跑路跑 你是跑操场 或是你是越野跑 还有人跑山啊 跑山 那这种类型不一样 其实刺激也会不一样 所以你假使你是真的喜欢跑步 那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路面去跑 也会带 也会对我们身体的肌群呢 有不同的刺激 那如果是换不同的运动 那刺激的变化就会更多了 所以像 铁人山下面就是游泳 脚踏车跑步 那这样子对身体的游泳 有使用比较多上肢 跟躯干的力量 那脚踏车是下肢 然后这个 跑步是等于是全身 但是着重在下肢 所以 其实你要去思考 各种不同的运动 使用的肌群不同 那我们身体才不会 一直在用同一个关节运动 那这样比较容易造成我们讲的 这个 对关节的压力的累积 产生一些运动伤害 这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就是多元比较好一点 分散比较好一点 全部都运动比较好 跟理财生活通一样 这个分散资产 这是很重要的 资产配置也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就是 刚刚有提到一个关键点 就是很多人运动 当然是为了健康 可是也是为了美 为了瘦 就运动真的能瘦吗 我坦白讲 我运动完之后 其实坦白讲 我的体重其实是增加的 但我体型是变好的 我可以穿下我以前的衣服了 但我体重还是一个大问题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其实应该差别就是在肌肉的组成 就是你把肥肉转成肌肉了 所以就会变漂亮 如果大家想要用运动来减重 其实是比较难达到的 必须要用饮食控制来减重 但运动可以让你的体型变得比较好看 就是吃还是得忌口 对 没错 他刚一来我就有朋友 我就问我说 现在这个减肥的可以吃吗 这个可以用 其实你刚刚提到一个关键点 如果说你去吃一些减肥药 当然就是你真的不能够找一些来路不明的 乱吃一通的 但有一些减肥药 其实是在治疗那种糖尿病患者的 那国外丹麦其实还有一家 就是已经是护国神山了 对不对 然后他的骨架也是大涨 因为太多人使用他来减肥了 这种减肥的话 他有效吗 现在有一些治疗糖尿病的药物 被用来做减肥的 其实他的一开始去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 他的减重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体重会掉非常多 但通常就是在停药之后 体重又会回弹 所以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用这样方式去减重 那会用这样方式去减重 通常就是病态性的肥胖 就真的真的非常重的人 我觉得这样去选择减重方式是可以接受 但如果你只是像 看起来还好不是非常胖 但你对自己不满意的这样子的人 我觉得不要用药物的方式去减重 这样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 所以运动不等于瘦 然后也不要乱用药物 我们待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基本的运动该怎么做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图立文 图医师来谈一谈 其实我们在广告时间聊 他又说这些减肥药都会负胖的 对不对 其实我以前也试过减肥药 真的真的会负胖 因为你就爱吃嘛 对 我觉得可能后来我衡量过了 我觉得吃对我来讲很重要 有人不重吃 我觉得我还蛮重吃的 所以我觉得我重吃 那我就运动吧 对 运动是为了吃美食 那你会很忌孔吗 你身材很好啊 我其实不是很忌口 对 所以我们就是运动完才能吃这样 运动完吃 没有我们就规定自己呢 你如果今天吃大餐呢 你就是要多做运动这样 而且现在大家这个 如果年纪越来越增长 你会发现你的食欲 其实也没有那么好 我也觉得 你叫我去吃巴肥 我也吃不了几亚 我年轻的时候 哇 我可以很少五六七八盘的 但运动可以让食物变得更美味 你有想过那个运动完之后 喝的那一口 就算是矿泉水 也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喝 我觉得运动完之后 我就觉得我可以大口吃肉 吃什么喝什么 都会变得特别甜 特别香 就是运动带来的好处 就运动之前尽量不要吃 对不对 因为增加胃的一些负担 就不要吃太饱 但也不要太饿 不要空腹去运动 怕你这个身体承受 就是血糖的波动会太大了 对对对 刚刚我们在有聊一下 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路跑 或者是说有很多的马拉松 其实沿途补给站 都会提供很丰富的美食 可是说实在的 那些美食我都吃不下 但有很多人可以吃龙虾吃 烤鸡胃蛮羡慕的 你觉得在跑的过程当中 要去吃一下吗 就看你的肠胃的消化能力 其实是这样 那以我们医学来说 其实这样是不太好的 比如说你今天在运动的时候 你大部分的血液都在肌肉里面 那你如果去吃很油腻的食物 或是吃这个烤鸡啊 吃肉掌啊 在运动的过程中 那会对肠胃造成很大负担 因为你的血液又要剥一部分呢 去到你的肠胃道 所以对身体来说呢 是非常的混乱的 那如果你的消化能力 又不怎么好的话呢 那其实就很困扰了 应该会有一些肚子痛的问题 所以如果是建议大家 大餐可以吃一点点 可是可能不能吃太多啦 就是这个路跑的过程之中 可能可以结束之后 再一起吃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沿途真的有很多的 这个好吃的东西 可是真的没有办法吃 但我觉得很羡慕 有些人可以大口大口的吃 对他们可能是消化能力特别好 那我们一般人 我们是不是也跟大家来教一下 因为书上当然有提到一些 正确运动的一些方式嘛 然后我们要跟大家讲 就是大龄女子啦 很多人都会觉得 不管男子女子啦 我们就开始有一些 关节的问题啦 膝盖的问题啦 或者是肌力的一个问题啦 以前爸妈都教过我们 坐有坐向 站有站向 对不对 那可不可以基本的 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你要怎么站怎么做啊 怎么站怎么做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 就是你要坐到最高 然后站到最高 对 就是像我们现在坐着呢 你可以坐得多高 你的头顶呢 可以离天花板的距离越近 这样是越好的 就表示你把整个脊椎呢 都拉长了 脊椎该给的空间 你都给出来了 那这样子 上那之间 我就把我自己拉长了 就麦克风还不够高 真的真的 我都会这样窝着耶 对对 所以其实 有时候我们教病人说 你应该骨盆前傾几度啊 腰怎么样啊 其实这讲起来都太复杂 对对对 最简单的方式 而且比如讲 缩脖子 缩下巴这件事情 大家做的动作 千奇百种 大家都有时候 越做越痛越做越不舒服 所以叫你说脖子也不是 但有一个重点 是你把身体拉长 很像你的头顶呢 这个摆回去的地方 有人掉一根绳子 把你掉起来这种感觉 把身体拉到最长 这个对脊椎呢 就是最好的 那脊椎就是我们讲的 核心肌群出发的地方 只要脊椎好 你的四肢的运动能力 就会变好 所以我们把脊椎拉长就可以 站的时候其实也一样 你能站得越高越好 站的也是这样子 也是 把我们身体 头顶有一根线 帮你拉住 对 对 把它拉长 把它延伸 或者是你想象 头顶有一本书 你要把它顶起来 让它不掉下去 这个方式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 它就会自然而然 你去调整到 当时最适合你的 这个脊椎的长度 对 因为之前 我有看到一个报道 也就是说 那个大家去 现在很多人 可能会出国嘛 去做那个经济舱 可是经济舱座位很小 很多人就会把那个椅子往后 然后他们就说 有没有道德啊 然后也有人反对 说 它就是设计可以 就是往下倾斜的嘛 你为什么 可是我之前 说实在 我做经济舱的时候 我尽量让自己 去坐直一点 是比较舒服的 其实你把它斜下来 并没有特别舒服 我讲真的 而且我觉得自己 我不舒服的事情 我就不想 就是造成别人的影响 但别人影响我 我也没办法 所以坐直是舒服的 如果你真的空间很狭窄的话 对 你同意吗 这个我们把我们关节呢 去延伸拉长这件事情 其实对关节压力是比较小 但是呢 它是需要一些 肌耐力去支撑的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之中 觉得舒服的话 表示你肌耐力是足够的 可足够你去支撑身体 这样坐正坐直的姿势 所以有一些人 他可能肌耐力真的很差 他就没有办法附和 就是坐直这件事情很长的时间 但反过来说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常常试着 让自己身体呢 这个拉长延伸 坐正坐直的话 你的耐力同时也被训练到 所以即使我们现在坐着 在录音的这个过程之中 要是我是把身体撑起来呢 把它拉长呢 其实我同时在训练 我的这个维持姿势的这些肌群 我们讲的就是核心肌群 哇这样子 那我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因为有朋友赖我说 一定要帮我问一下土医师 他每天深蹲100下 这样够吗 所有的肌力 所有的什么都够吗 深蹲主要使用到 大概就是比如说 一些核心肌群 臀肌或是大腿的肌群 那有深蹲100下 还是比没深蹲100下好 这是第一点 我们要肯定他的这个 坚持运动的行为 但是只做深蹲够不够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回到刚刚说 同一个动作 同一个姿势 肯定是一直使用重复的肌群 它其实可以变换成 深蹲20下 平板式做个10下 或者是桥式做个10下 然后再做一些侧棒式 做一些其他的动作 抬腿等等的 所以这样对身体的刺激又会更多 或者是你礼拜一深蹲100下 礼拜二做这个桥式 礼拜三做这个平板式 一直不断去变化 这样会更好 哦 要变化 这个很重要 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中医西医双主修 台湾运动医学专科医生 图立文 头医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图医师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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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